日本外相林方正 时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证实 日本正在与北约讨论 开设北约首个亚洲联络处 林方正指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影响远远超出欧洲边界 迫使日本重新考虑地区安全 因为中共一旦入侵台湾 将威胁到日本的安全 泰国国会大选14号将登场 这是泰国在2014年军事政变后 第二次大选 2014年上台掌权的总理帕拉玉 再位超过8年 这次选举可以说是希望维持现状 和终结军人执政两大阵营的对战 欧洲议会公民自由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11号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一份立场文件 呼吁限制欧洲的人工智慧使用方式 同时持续推动产业创新 向通过全球首套AI监管法案 迈出关键一步 天文学家近日观测到有史以来 释放能量最大的宇宙爆炸 这次爆炸亮度是太阳的两兆倍 爆炸可能源于巨大的气体云 坠入黑洞的结果 西唐人雅力电视这里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